肠吸肉 肠吸肉就像肠道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是肠颜膜表面凸起的异常病变 这些吸肉可能在肠道的任何部位悄然生长 而它们的出现往往预示着潜在的健康风险 大肠作为体内重要的消化系统组成部分 负责处理我们摄入的食物 食物在经过胃部的胃酸中和及胃的蠕动后进入大肠 在这里食物被分解和吸收 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 然而当肠吸肉这个种子在肠道内悄然生长时 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着时间的推移 演变成肠癌的几率逐渐增大 那么有肠吸肉的人会表现出哪些征兆呢 一、为什么肠道会出现吸肉 一、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在某些人中可能增加了换吸肉的风险 如果家族中有肠道吸肉或节肢肠癌病时 个体患病风险会增加 二、营养不良和饮食习惯 营养不良、高脂饮食、缺乏膳食纤维等不良饮食习惯 可能增加了肠道吸肉的形成风险 膳食纤维可以帮助维持肠道、正常运动和减少便利 从而对预防吸肉有益 三、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换吸肉的风险也会增加 节肢肠吸肉多数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现 四、慢性肠炎 慢性肠道炎症 如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可能增加换吸肉的风险 五、遗传性吸肉病 某些遗传性疾病 如家族性腺瘤性吸肉病、肺皮和Lentz综合征等 会增加患节脂肠吸肉和节脂肠癌的风险 二、肠吸肉会癌变吗? 肠吸肉是指肠臂粘膜上的小肿块 可以发生在大肠和直肠的任何部位 这些吸肉可能是良性的 也可能是恶性的 但大多数肠吸肉是良性的 不会引起肠癌 然而 一部分特定类型的肠吸肉 却存在癌变的风险 其中 最常见的癌变类型 是腺瘤样吸肉 这种肠吸肉的形状和大小各异 有些可能只有几毫米 而有些则可能超过一厘米 腺瘤样吸肉通常是由肠臂细胞增生引起的 这些细胞可能会异常生长 并逐渐变成恶性的 研究显示 肠腺瘤样吸肉 中约有5%至10% 会发展成为恶性肿瘤 所以如果发现了肠吸肉 应该尽早就医 并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治疗 以避免病情加重 危及生命 三 肠道里长了吸肉 上厕所时会有三个提示 不要等到中晚期了才知道 一 大便便细 排不进 肠道内长了吸肉 通常会导致排便习惯的改变 在厕所排便过程中 可能会发现大便便细 有时甚至感觉排不进 这是因为吸肉在肠道内生长 会占用一定的空间 使肠道变得狭窄 从而影响了大便的形状 和通过肠道的速度 除了大便便细和排不进的提示外 还可能会伴随着其他症状 例如 吸肉可能会导致肠道蠕动减缓 引起便秘 负胀等不适感 二 大便中带血 肠道吸肉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它是指在肠道内生长的小肉状凸起 当肠道吸肉生长到一定程度时 它可能会导致大便中带血 这是由于吸肉在排便过程中受到挤压或摩擦 导致吸肉表面破裂或出血 当您发现上厕所时 大便中带有血迹时 这可能是肠道吸肉的信号之一 但是 除了肠道吸肉之外 其他疾病也可能导致类似的症状 例如痔疮、肛裂、结肠炎等 因此 如果您出现大便中带血的症状 最好及时就医 并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三 便秘 肠道里长了吸肉 上厕所时会有便秘的提示 这可能是因为吸肉阻碍了肠道的正常蠕动 导致粪便难以顺畅通过 此外 吸肉还可能引起肠道炎症 进一步影响肠道功能 除了便秘外 肠道吸肉还可能引起其他症状 如腹部不适、腹泻、便血等 这些症状可能会因人而异 取决于吸肉的大小 位置以及是否引发炎症等因素 如果发现有肠道吸肉的症状 建议及时就医进行检查 医生会通过肠镜检查来确认是否存在吸肉 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四、远离肠吸肉 需要做好这三件事 一、健康饮食 保持均衡营养 并遵循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预防肠吸肉的重要措施之一 建议增加膳食纤维摄入 包括蔬菜、水果、全穀物和豆类等 这些食物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和减少便秘 此外 减少高脂食物和加工肉类的摄入 限制饮酒和咖啡因的摄入也是有益的 二、锻炼和保持健康体重 定期进行体育锻炼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和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 同时 保持健康的体重也与降低患肠吸肉风险相关 因为肥胖和超重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 三、定期筛查和监测 定期进行节肢肠癌的筛查是预防和早期发现肠吸肉的有效方法 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 建议进行节肠镜检查或粪便前血检查等筛查方法 对于具有家族史或其他高风险因素的人群 筛查应提前开始 并根据医生的建议定期监测 五、肠吸肉患者常吃这四种食物 抑制吸肉 一、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如燕麦、全麦面包、糙米等 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减少肠道内的有害物质与吸肉的接触时间 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如胡萝卜、番茄、柑橘类水果等 具有抗氧化作用 能够抵抗自由基对肠道细胞的损害 预防吸肉的形成 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如鱼肉、鸡肉、豆类等 能够增强肠道的免疫力 减少炎症反应 从而抑制吸肉的生长 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如橄榄油、坚果、鱼肉等 这些食物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有助于降低肠道内的炎症反应 从而有助于预防肠吸肉的生长 六、肠吸肉切除后的注意事项 休息与活动 术后应卧床休息 避免剧烈运动 在恢复期间 逐渐增加活动量 避免过度劳累 饮食调整 术后需进食一段时间 以减少肠道负担 随着恢复 逐渐过度到流质 半流质饮食 并逐渐恢复正常饮食 避免食用辛辣、油腻、刺激性食物 以免加重肠道负担 观察病情 密切观察生命体征 如体温、脉搏、呼吸等 如出现腹痛、腹胀、发热等异常情况 应及时就医 定期随访 术后需定期随访 以便及时了解病情变化 调整治疗方案 一般术后半年左右进行复查 生活方式调整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保持作息规律 避免熬夜 戒烟现酒 保持良好的心态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